好除了刚刚看到的大楼倾斜之外呢 花莲市洒过部落的巨石也倒了两颗 国库大桥的桥头异项排墩也歪倒了 那么还有重庆市场的西侧装饰墙倒塌 那么市长魏嘉燕陆续前往会刊 并且表示这些损害不影响安全结构 但是已经要求建设客要尽快的来修复回原本的样貌 不要造成民众的紧张 花莲市洒过部落聚会所的巨石群 在零四二三地震当中倒了两颗 国库大桥的桥头异项排墩也歪得更明显 还有重庆市场西侧围墙 在早上八点零四分的地震当中也倒塌了 摊商们说地震当下物品都掉落 大家也顾不得外面有围墙倒塌了 你有没有听到蹦一声因为那边围墙倒下去 没有没法听到 这也是很 大家在混乱了 很混乱 市长威家彦23号下午分别前往各个灾害点来视察 并且指示建设客赶快进行修复 第一个勘灾的地方是我们的萨戈尔的巨石群 那目前已经请我们厂商进行将我们石头给它掉回来 那再来就是我们国库大桥的石墩的部分 那我们会先进行拆除 那等之后桥墩这边我们会做一个检查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会再做将我们的石墩的造型再放置回去 那目前可能会先放置在旁边 那等造型机座等它灌完将我们会再试做回去 那再来就是我们重庆市场的这个部分 那在零四零三的这个地震 前面已经造成我们墙体受损 那今天的早上约八点多的时候 也在后段步 那我们墙体也整个硬生倒下 那幸好是无人受伤 那未来这几个墙面也会陆续的将它们拆除 以避免如果有余震来的话 造成的这个墙体又倒塌的话 怕人员受伤 所幸这些损坏都不影响结构安全 市长卫家宴指示建设客 尽快回复原本样貌 不要造成民众的过度紧张 建理会 徐立琴 华联市报道